周星馳的电影我想很多人都看过 个个都觉得周星馳搞笑很厉害 原来他的功夫更厉害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拳王周比利曾经在拍摄《倒胜2》的时候 与周星馳有很多格斗的场面 他说周星馳的实战能力很高 不容忽视 我想有些人不知道周比利是谁 周比利年轻的时候 曾经奪得加拿大语量级自由搏击冠军 和这个WKA世界轻忠量级自由搏击冠军 是第一位世界级的华人拳王 他在华语动作功夫片 被誉为是格斗最强的功夫明星 除了周比利之外 七小福之一的缘冰也说过 周星馳如果真打起来 未必会输给恩子丹 原来年轻时的周星馳和恩子丹都拍过戏 恩子丹回想当年初遇周星馳的时候 两人都大谈李小龙的功夫 其中周星馳更请教恩子丹西洋拳的勾拳的打法 另外周星馳也示范了很多李小龙的招式 给恩子丹看 周星馳也要请教恩子丹的西洋拳 那就是不够恩子丹西利了 说话不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呢? 我又说回一些我自己亲身的经历给大家听 这件事都大约有二十多三十年了 当时我有位朋友在《承报》副刊那里做编辑 他又要找一些材料拍一些趣闻 那刚刚找着我 那《承报》就找了一位记者和摄影师 就跟我去香港这个炮台山那里 那我就说回当时我在那里发生过一些什么趣闻 在我和那个记者谈话之中 那个摄影师就知道我懂功夫的 在那个记者完成了我这个访问之后 那个摄影师就跟我聊天了 他说原来你懂功夫的? 我也懂的 那说一下说一下 原来这个摄影师 他除了做摄影师之外 他还和一些自动导合的朋友 开了两间武馆 一间就在香港 一间就在内地 原来这个摄影师是一个母亲来的 其中他说他的太极拳很厉害 那当时我就对于太极拳的黏劲 就很有兴趣 那我就跟他说了 可不可以示范一下呢? 那当时他就一口答应 好啊! 当时我两个人都是在山里的 那里的 那地下就有很多粒粒粒粒 高高低低的石 草 然后他就叫我扔一只手出来 他有一只手杖 就黏住我的手臂下面 然后他一发敬 我就整个人中前了十几步 还击到石头 幸好我个底子好 用麒麟布化解了他 否则掉了地下就受伤了 因为地下粒粒粒粒 又有些石高高低低 分分钟跌倒了骨 要叫白车进医院都不出奇 有些人听到我说 就觉得有没有搞错啊? 示范一下 用不需要出力啊? 因为你就不是母痴 所以你不知道那些母痴的心态 当时他跟我谈谈之中 就知道我有了差不多 如果他流力 他就怕拨我不动 可能他就会觉得我当他没有了道 所以他下意识就出尽全力 而我自己呢 亦都是想试下他这个太極粘径的威力 所以是预了给他放的 我猜他用这招 应该比他平时用的威力大了 因为他无意间用了2 大家都听过了 太極拳用2不用力 所以威力才那么厉害 其实我自己也有些疏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没有回忆当时的环境 我想着他也是拨我几步 我猜不到他那个黏径力量 可以把我拨到十几步 还要脚弃到架 才指着跌势 要不然我用麒麟布 找到身形 我也不敢想象了 另外这个摄影师 他也知道我练过铁拳弓 他也想见识一下 我当时就示范给他看 然后教了他一些心法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武士 很多时候我们遇见了 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也会交换一下 大家的功夫心得 在年轻时 我们甚至即时脱了手标 打回一场费费 但是没事的 我们只是为了 印证一下功夫心得 有些人会说 那很危险的 用什么打伤 我自己也未试过打伤 你说撞到手脚的 就有机会 现在年纪大了 就不会做这件事了 好像我的内地朋友 找我研究武术 就大家即时耍到套拳 这一种就是一个武术的礼仪 就不会即场打费费 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了 好了 说回周星慈的功夫 周星慈练过什么功夫呢 我们看看资料 周星慈从小到大 就很崇拜李小龙 所以模仿了很多李小龙的功夫 模仿了什么功夫 side kick 漂暴side kick bad kick 或者jump bad kick 另外他自己还有练过铁砂奖 又拜过泳春拳 王崇良为师 所以他都算是李小龙的师侄 那为什么在影圈 会有这么多功夫高手 说周星慈的功夫 不容忽视 甚至有机会打赢恩子丹呢 他们凭哪点会这样说呢 那我就和大家分析一下周星慈的功夫 厉害在哪里 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周星慈在图学威龙里面 扮一个学生 在天台那里模仿李小龙的side kick 踢另外一个学生 从他那两脚我们就看到周星慈的脚感和他脚法的根基 是已经去到高手的级别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一个脚法高手 最重要是他的脚感和踢脚的速度和角度 另外周星慈也在少林足球那部电影里面 凌空示范了一个大字马 在那里我们就看到他的脚跟和脚关节都很松 这就具备了一个脚法高手的条件 好吧 我就当他是脚法高手 但是为什么周比利那些拳王 会说他实战能力很高呢 在哪里看得出呢 周比利是自由搏击的拳王 他说周星慈实战能力高 他肯定会看到一些东西 如果大家有看过周比利在擂台和对手自由搏击的时候 其实招式很简单 来来去去都是三拳两脚的 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世界级拳王呢 我们打搏击 最主要是拳重、脚重 突击反应快 所以周比利就看到周星慈的脚感 和他的自然反应 在真实搏击来说 是有一定的杀伤力的 大家又知不知高手的定义在哪里呢 高手和普通练过功夫的人分别的就是 他可以一招KO你 而普通练过功夫的人 可能打人三拳几脚 别人都顶得住 这个就是高手和普通懂功夫的人分别 另外有一位武打明星 盧慧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但是如果告诉你们 他以前就是做成龙保镖的 那大家应该知道是谁 那大家又知不知他是什么来力 连成龙都请他做保镖 原来他曾经在香港的泰拳比赛里面 拿过七届冠军 你说他厉不厉害呢 他曾经做过一个访问 主持人就问他 如果你遇到同级的高手 那个胜败的关键在哪里呢 盧慧刚就回答他 看看谁才中招 为什么盧慧刚会这么说呢 因为称得为高手 他一定有几下重炮的 他第一招未必是重炮 但他就打失了你的平衡 第二招很大机会就是重炮了 如果大家以前看过我的影片 我讲过那个一二定律给你听 第一招打不到敌人 第二招就是用来防守 如果第一招打到敌人 第二招就用重炮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 这个一二定律是什么来的 大家可以进我的播放清单 看看李小龙武术 或者叶瑩菲武术 里面就有很多功夫理论 和我示范的招式和统统 再说回周星驰的实践功夫能力 你怎么知道周星驰有几下重炮 哪里看到 很多人都说周星驰的功夫拳脚不够硬 他怎么会有重炮 怎么可以一下KO对手 周星驰是脚法高手 我们就不需要再质疑了 因为刚才已经解释了 脚力带手力几倍 如果你是脚法高手 有几下脚被他踢中 轻側就整个踢在那里 重側就均匀了 我又讲一些例子给大家听一下 我有个朋友后背我小小的 小我十年左右 他又练台拳 年轻的时候参加比赛 在台上他用一下turning kick 打到对手的肋骨 对手穿着甲 肋骨都被他打裂了 喂 没可能的 听都没听过 打比赛穿着护甲 可以被他一下turning kick 打到肋骨都裂了 我不信 喂 叶盈飞 你是否亲眼在台上 看他用turning kick 打裂人的肋骨 大家不相信都很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我曾经把这件事 跟我一个好朋友说 他都不信 我那个好朋友有什么来历 他中国武术段位七段 香港很多大型比赛 他做总评判 他都不信 刚才问我是否亲眼见到 其实我不是亲眼见到的 是我跟他讲功夫的时候 他讲回他的经历给我知道 但是我就相信 为什么我会相信呢 是不是我无知呢 当然不是啦 当时他跟我说 他说单膨练台拳 他的脚径就不会有那么重 其实他有一门气功 十七色是外加气功 他从小到大 将气功加起到他的脚径 所以他的turning kick 威力才可以这么大 叶叶飞 你还不是无知 人家说家传气功 灌到台拳道的脚 就人家穿着护甲 都给他踢你的肋骨 你都相信 我当然不会那么武断啦 我即时叫他试那个外加气功十七色给我看 其实他都不想示范的 不过他推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我一个亲人是好朋友来的 我都叫做他半个的前辈 所以他不好意思推我 当时他就用了十五分钟时间 示范给我看 我看完之后 我就相信他的脚径可以那么重 我即时还学习他的十七色外加气功 他还叫我不要教人 他说打死人的分分钟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这句 我问他有没有学过游径 他说现在在研究中 因为我自己惯性了 在人家那里吸了人的功夫 就教一些功夫给人的 所以我就示范一些手上的法径给他看 他看完之后没有出声 他就走去蒸餾水瓶那里 就按了杯蒸餾水喝 因为我这位朋友 当时就在我公司那里 就帮忙做part time的 是一个学术导师来的 我跟他聊天 或者示范那个气功 都是在一个班房里面的 因为当时没够时间 那些学生没上来 所以我就跟他有一个时间 可以聊聊天 说回他在蒸餾瓶那里 浸了杯水 跟着喝了一口 就走过来我身边 在我耳边那里讲 跟着喝了一口 就走过来我身边 在我耳边那里讲 拳你比较厉害 比较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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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袁彪以前拍过的影片 他很多时都会用这下针呼锡 周比利之所以认为周星驰是一个实战高手 就像李小龙突然其来的 踢你脚关节 或者踢中你的头 如果你被他踢到 你自己就会很凶险 所以袁彬就觉得 如果真打起来 周星驰未必输给恩子丹 因为武术这件事 如果你遇到一个对手 是跟你同一级 很多时真打都是讲当时的状态 最后总结 周星驰是一个脚法高手 有实战能力 另外在这里 又讲少少周星驰的趣闻给大家听 他有一位中学同学说 周星驰在中学时代 打架未输过 他很喜欢模仿李小龙 其中有一个心愿 就是他能够像李小龙那样 脱了一件上衣 展示肌肉 打回一场 这个心愿他做到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想很多人都看过 他功夫那套电影了 他有一场戏 他就完全模仿李小龙了 脱了上衣 完全用李小龙的功夫 拳王周比利曾经讲过 周星驰是模仿李小龙最似的明星 而叶型飞 就最喜欢周星驰扮李小龙了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